今年第一号台风尼泊特已经增强为中度台风 而中央气象局今天表示 尼泊特台风强度持续增强 七号跟八号最接近台湾 所以预计明天六号就会发布海上台风警报 而未来也不可能排除登陆 因此提醒民众要做好防台工作 今年第一号进入台风尼泊特 由于海温环境有力发展 强度持续增强 中央气象局五号上午八点 发布尼泊特已转为中度台风等级 目前距离台湾俄罗比2040公里 以每小时28转33公里速度 向西北西转西北进行 七号八号最接近台湾 是否会登陆 气象局表示太平洋高压势力强弱是关键 太平洋高压如果范围是比较强一点的 相对而言可能让这台风会比较靠近我们 那如果弱点的话 会让台风从东方海面北上 在星期四到星期五这段时间 是台风最接近我们的时候 星期四的时候在北部东半部地区 受台风万无环流的影响 就开始会有断断续续下雨 到星期五这段时间 连中部地区都会整天降雨的 随着尼泊特中台逐渐接近 中央气象局预计 六号发布海上台风警报 提醒北部东部外海的渔业船只 特别注意风浪变化 以它经过的环境看起来 这个台风还逐渐在增强 那以这个路径看起来 我们要先提醒大家 在明天开始一连几天 这个东半部的海面 遇到蓝雨海面 航空半岛海面 以及北部海面会出现长浪 看起来如果以现在方向速度预估 我们有可能在明天 星期三下午到晚上这段时间 发布尼泊特台风的海上台风警报 中央气象局不排除 台风登陆的可能 但要等时间近一点 路径才会较为明朗 不过仍要提醒民众 及早做好防台准备工作 这种赞 打给我台北市采访不到